永春碑湿地公园动工?柯P,可减少热倒效应 台北市长柯文哲,佐尔,说,3.98公顷永春碑湿地公园有制洪池功能,也可减少热倒效应 北市府提供 大纪元2018年6月25日讯,大纪元记者徐翠玲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25日出席永春碑湿地公园设施营造及改善工程动土典礼时表示,永春碑湿地公园将来盖好之后,将会是3.98公顷很大的湿地公园,算是3.98公顷很大的湿地公园。 但是四寿山声太细,也有制洪池的概念,同时可减少热倒效应,未来水泥的敲调改成透水铺面,树再冻下去,温度马上就会下降。此外,四寿山步岛也会做整体规划。 科文哲指出,永春碑百年前曾是碑塘,因淤积变成岛田,又因山上开采煤矿,泥沙受雨冲刷流入碑中而逐渐干涸。 台湾光复后为军营使用,金衣军队撤离而成闲置土地,北市府为回复过往风貌,将永春碑规划成兼具历史意义及生态的湿地公园,打造台北市新地标。 科文哲表示,做湿地公园,第一件事就是钱,当时买这块土地,费用要6亿多,其中流工水力会属私人要4亿多,国防部土地则以容积掉泰方式取得。 工程费部分就比较容易,工程第一期400万,第二期6800万,以北市府现在的市政都可以应付。 另,最近初期里长座谈会,里长反映很多外国人会到四寿山,所以就要求公务局长彭震生对四寿山部倒做整体规划。 台北市长科文哲,昨二,说,3.98公顷永春碑湿地公园有制洪池功能,也可减少热岛效应。 北市府提供。 大纪元2018年6月25日讯,大纪元记者徐翠玲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科文哲25日出席永春碑湿地公园设施营造及改善工程。 洞土典礼时表示,永春碑湿地公园将来盖好之后,将会是3.98公顷很大的湿地公园,算是四寿山生态系,也有制洪池的概念,同时可减少热岛效应,未来水泥的敲吊改成透水扑面,树再种下去,温度马上就会下降。 此外,四寿山部倒也会做整体规划。 科文哲指出,永春碑百年前曾是碑塘,因淤积变成岛田,又因山上开采煤矿,泥沙受雨冲刷流入碑中而逐渐干涸。 台湾光复后为军营使用,金一军队撤离而成闲置土地,北市府为回复过往风貌,将永春碑规划成兼具历史意义及生态的湿地公园,打造台北市新地标。 科文哲表示,做湿地公园,第一件事就是钱,当时买这块土地,费用要6亿多,其中流工水里会属私人要4亿多,国防部土地则以容积调派方式取得。 工程费部分就比较容易,工程第一期400万,第二期6800万,以北市府现在的市政都可以应付。 另,最近初期里长座谈会,里长反映很多外国人会到四寿山,所以就要求公务局长彭震生对四寿山部倒做整体规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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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